知不知道為何我這麼喜歡煮食嗎? 小時候就跟著婆婆進廚房 慢慢我對烹飪開始有興趣 所以烹飪可以說是婆婆自小送給我的禮物 男人又怎會經常說愛、關心 所以烹飪對於我來說 亦都是用行動告訴對方我有多疼愛她 喂婆婆 是啊,我預備了一份很棒的禮物要送給你 你遲些就知道了 好,再見 婆婆這麼疼愛我 所以我都要用烹飪來報答她 初初以為自己整天煮食 做起來應該會很容易 但是原來要做出心目中的菜式 比我最愛的婆婆 只是有誠意都不足夠 還要學會專業的技巧 我認識到DESIGNPO EXCOVIA 法國烹飪藝術文憑的導師 她從榨刀這些基本功開始 都到運用食材 教識我原來要煮好一道法國菜 每樣食材每個工序都要一絲不苟 在修讀文憑這九個月裡 真的很充實 但是我學到的又怎知道有技巧呢 還有啟發到我一世受用的煮食靈感 小時候婆婆經常煮好東西給我吃 希望婆婆今次會喜歡我這份送給她的禮物 萬一 萬一 吃飯 你 ⋯ 你 吃飯 你 你 你